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左邻右侧都知道说 我什么时间练琴 然后什么时间怎么样 你该不会凌晨一点练琴吧 有的时候会 那其实邻居他们都很习惯 然后反而是 反而是没有你谈他睡不着 对 反而是我如果说有一天 听着你的琴声睡觉 一天两天 到第三天还没有钢琴声音的时候 他们就会跑来问我妈妈说 你女儿是不是 是生病还是怎么样 好感动 因为他们本来可能需要听CD才有钢琴音 现在只要每天听两分 从小听到大 这跟现代人不太一样 现代人是 你精神一点 他隔天会去打给那个 我女儿九点练琴 练到十点 会被邻居念 楼下就说 好睡啊 我女儿 你这样子会吵着我们睡觉 所以我那个时候第一个学生 就是我们家街头的 迎楼店的老板娘 带着她那个 大概五岁的小女儿 就是小朋友 来我们家 跟我妈妈讲说 那个 这个姐姐高 对对对 就知道 我从小就学琴 那是不是可以叫她女儿 她不用出去收 等下学生自来 因为她每天在那边练琴练琴 练到左邻右舍都知道 雅芬这个业务力比你厉害多 她都在家里 她是无远佛界 她都不用走出门外 人家自己来登门拜访 第二个学生就是 那个时候 四年也是第一家的泡沫红茶店 老板的儿子 以前我们那个泡沫红茶店 有一个现在不在了 你们家在那边整条 整条鸡 应该都给你练去 都跟你们家 一下子是爸爸跟妈妈的故事 一下子是阿芬娜来找 阿芬娜学钢琴的故事 我觉得她创作来源 可能是从士林夜市来 因为故事太多了 创作很重要的是 一定要结底气 你那样的感觉 你在夜市看到海海人生 那种感觉 应该会有很多的 而且她从高中就开始 可以教书了 所以其实我一直很 怎么讲 我觉得从小到大 我都觉得很感恩 那个时候开始 教第一个学生 高一第一个学生 我就觉得说 那真的 我真的就实现了 我妈妈讲的这句话 就是说 我真的可以交情 可以 而且从高中就实现 而且我那个时候 印象很深刻 我弟弟那个时候 可能去打工 就是夜市里面洗碗 或是说送报纸 或是在加油站里面 当你知道吗 就是终点的这种 他只有他国中而已吧 对 你们家好勤奋 每个都很会赚钱 对啊 都 因为我妈妈 她可能就是觉得说 你不要觉得说 家里可以 有 或是说 可能给你什么 生你怕死 真的是 你自己靠你自己 做生意的小朋友 其实是很难训练 我打破我对你的看不得 我以为你从小 不是 凤意着实 就是后来 就是都觉得说 我竟然就是交情 那个时候 只要坐在这里交情 然后我那个时候 我记得 我第一个学生的学费 终点费 就已经是250 你爸拼血的力度 可能没有那么好 现在 牢基法 还没到250 我爸爸其实 很 也喜欢拍照 你爸该不会有 Nikon FM2的那个 机械相机 其实也没有 可是他知道我喜欢拍照 他那个时候大概 开始有傻瓜相机这个东西 就开始了 我就开始了 因为傻瓜相机 你就是很直觉性的 只是构图而已 所以我就是 那个时候就喜欢拍照 就从那时候开始 那你画画大概是 从什么时期就开始介入画画 画画应该 他从小就画第一页画画 那个多少钱啊 他都说他小时候就是 我问这个什么问题 你的音乐画画跟拍照 几乎就是 他就是从小在四零夜市 更早 因为画画的话 我应该就是 比如说从开始念书 小学开始 不是就有什么学艺鼓掌吗 你都是学艺鼓掌 我都是学艺鼓掌 整个教室那个海报 对 就是教室的海报 就是都是我 你不会都第一名吧 因为我们每次 学艺鼓掌选 很会画画 然后不是都会 每一个班比赛 学校选出 你们班不会都是 被选上第一名 我们班就是 只有那个会第一名 因为其他大概都很难 有整节比赛啊 然后每次什么海报 那个 对啊 因为音乐班都没有什么 体育都没有办法得名啊 然后什么 其他都没有办法得名 运动会都是最后一名 都叫不起来 没有办法加油 这样子 对 所以感觉 雅芬不管是音乐 画画摄影啊 这感觉就是你一出生 只是慢慢的去把它养成养成 然后技法或者是说理论 可能就进到学校去学习 然后出来之后呢 因为音乐需要一些 乐理的东西啊 就要学习 那画画 画画你自己有多花一点时间 在比较深入的学习吗 有 其实我会对每一个媒材 都会有一些兴趣嘛 比如说水彩啊 压克力 或者油画 或者胶材 甚至到现在的复合媒材 对 每一个媒材 我都会想说 我要先去了解它的一些 就是一些 怎么样应用 技术上面的 特殊啊 它都有认证去学 那我会去找老师 很多 渐进 对 我都有去找老师 去学过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回来自己摸索 我很感动的一点是雅芬 对于 她真的一直不断学习 你看她现在还在学跳舞 刚才有讲说 本来拒绝了自己平衡 跳舞是没有抓去的 对 然后可是我觉得雅芬 她对于一件事情 我觉得妈妈那句话 影响真的很深 你只要认真学 没有做不好的 是 所以你觉得那可能 可能像 比如说跟 我要跟思维学理财 我也要用这一句话 来勉励自己啊 对啊 认真学 没有什么很难的东西 我觉得她真的很认真 真的超乱 我想像是 那次你不是带我去看画 在那个洗来灯 然后有一个女生 她说她是清华大学 那个硕士艺术的嘛 然后她画胶材 我跟你讲 她胶材真的画不错 雅芬第一句话是说 那我可以买这个 明信片上的 那个胶材那幅画吗 那个女孩子说 我已经被人家卖掉了 你知道雅芬就说 那我跟你学胶材好了 我吓一跳 然后她还问我说 是会要吗 你要不要一起来学 她真的 她已经会了 她还是要把 她看到这个美 我们从雅芬的身上 她很厉害 她就要学到很好 雅芬的天赋 其实已经是很充足了 但是她还是继续在学 从来没有自满过 对 然后比如说摄影 你也会跟着 大家一起去拍 因为经常有时候 那个女生扛得很重 那个摄影 其实是对女生 那样有点压力 大炮什么镜头 她有提到 就是说 像你这次 不是去欧洲 跟先生去欧洲旅行 那个也很有趣 对 她提的 你那个画面 你提到很累 那种 她说她在拍一个什么 都自己一个人提着 这样子 对啊 我跟你讲 拍照的 我自己也拍 你知道吗 人家旅行团 在享受那个风景 因为我们一个画面 不可能只take一次 对 就要等待 然后你就要 赶快跟上去 然后再拍 又跟上去 可是为了你那个作品 经常就是得 得这样子做 就代表什么 你真的喜欢 不然的话 你就放下机器 好好的享受就好 对啊 所以从雅芬身上 我们看到太多这种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叫做 艺术家的养成教育也好 可是我们看到一个是 生活艺术家 从夜市的皮鞋西施 一路走过来 这一集其实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真的 自己或者孩子 有一点点那样子的天赋 你让他去发展 然后 如果这个孩子 很愿意自己做 而且很愿意学习 那一定是天赋 上天给我们最棒的 就是这个东西 那老天爷 我们一出生 如果拥有的他 我们就已经好好的去发挥他 去应用他 你看现在很多的AI当道 其实不用担心 你只要有天赋 你就有机会 让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